去開發 去做一些東西 但是我們的Java 最早 其實 寫這個 程式的話 你其實用記事本就可以寫 只是用記事本 一定會很痛苦 第一個 它沒有辦法做專案管理 變成你 另存新檔的時候你可以存成什麼? 點Java 也可以啊 然後你再用compiler 去把它compiler成什麼? compiler成點Class的檔案 可是這樣非常辛苦 其實早期的開發真的是用記事件 而且以前我記得有一些考試 真的還規定用記事本寫Java 但是真的太痛苦了 太困難 那這種ID的開發環境比如說底下有Eclipse 然後Netbin這些 它的好處是怎麼樣? 它第一個可以做專案管理 第二個的話呢 你在開發的時候很多它會自動幫你產生 第三個就是你很多提示 比如說你打一個什麼字 那可能一串的那個類別名稱你記不起來 你打一個LT加斜線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 點下去之後 它會列出來給你 所以很多不用背 完全不需要背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 一般現在業界用的比較廣泛是這個 Eclipse 那Netbin也有啦 不過好像用的比較少 那底下這個 那 JQuery J Creator這個也有 可是JQuery 它沒有辦法做專案管理 它也是一個類似像 另外還有人用什麼 Nordepay++ 就是記事本加加 對不對 那但是那個也是一樣 它也 沒有辦法幫你做專案管理 然後 點下去它也不會提示 所以目前用最好是Eclipse 那Eclipse 要怎麼去 下載跟使用 基本上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網 等一下 各位也在 下載第二個 就是到那個Eclipse的網站 網址的話 就是Triple W 點 Eclipse 點 後面加ORG Enter一下 那這個也是非常大 Download 有沒有 直接到這邊的話 找到Download Download裡面的話 一樣 也有分32跟64 所以我們用的版本 我們用Standard 然後呢 請各位Download 如果你剛剛是Download的是 64位元的話 請各位務必 要Download這個64 那如果你剛剛Download是X86的話 那你就是X86 就是32 那 我的習慣這樣 其實 我就 為了 32、64都可以用的話 那我乾脆都裝32 為什麼32 32也可以用 64也可以用 所以兩個環境基本上都可以用 OK 那請各位 把這個地方64 我看 嗯 裝64好了 然後 這邊 Download的話 你就找到 台灣的這個連結 這個點下去好了 它有一個 然後直接 直接把它Download下來 199Mbps OK 那它是一個可惜的版本 不用安裝 解出來 就可以用了 那等一下 OK啦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到那個 Eclipse.org裡面去Download 就把這個滑到